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已经第二起的发生 有一位男子 大陆男子 开着一个橡皮艇 滑呀滑呀滑 滑到了林口的海岸边 这次是他自己打119报案 最后被抓起来 但抓起来之后 昨天在接受 移讯的过程当中 他对媒体公开想要喊话 听听他怎么说 你什么啊 台湾 是偷渡吗 我还不好 趁了多少钱 我大概率要被全喊回 中国但是我希望能遣返到第三方国家 希望能遣返到第三方国家 希望能遣返到第三方国家 你不要说啊 你先不要说 我有言论自由啊 他在这边高侃要有言论自由 他想对媒体讲话 而他说他想要被遣送到第三方国家 现在看起来有疑虑啦 因为已经被裁定积压境界 因为呢 他没有经过许可入境 是为了什么 有没有其实国安疑虑或等等逃亡啊 串阵 串什么阵呢 之余不知道 但显然现在是想要去其他地方不容易 而且是直接积压境界 还有一个人大家问 那管碧林呢 海巡单位没有发现这名男子 进到了我们的这个海岸线 那上一次记得吗 没了几天 刚好我们的幻象战机 一不小心坠海的时候 有一个人拼命发文啊 抢先所有国防部的单位来发文 那不就是海巡署的管碧林管妈吗 那这一次完全没有看到 几乎是神隐的概念 叶元之就批评啦 这代表管碧林不想让人发现他失职 他是一个真功伟过的真官 有功抢第一 通报当时飞行员降落在哪里生还等等 就抢第一 那么该负责的时候反而躲起来吗 那被形容叫做海岸线洞开 所以管碧林神隐 这个是来自于联合报的冷眼级分析 国安令人提心吊胆 这个是海巡的大家长 海委会的管碧林主委 神隐一整天晚上十点发文咯 跟上一次抢着国防部 发文这个内容的状况完全不一样 那其实民众想知道的是 海巡署究竟要如何为国人 勘警海防大门 因为他是怎么发文的 他公开的发文里面讲说 哎呀 有功是海巡 有过归管吗 感觉就是自己好像很委屈 总是爱骂管吗 很委屈的样子 那这看起来比较像情绪勒索 也不像是一个官员 过去应该要有的一个正常的表现 因为他力挺说海巡无人为疏失 那我没有要怪你或者是要问你怎么样嘛 那只是想知道你为什么先前充当新闻发布 一直在告诉大家新讯息 这一次有没有办法告诉大家海防大门出了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个海防有没有漏洞 有没有阴谋 他其中船上所带的物品 根据报导认为 他有备而来 因为身份证都疑似有谎报的嫌疑 那还有大船脱小船吗 我们的来宾昨天的好论的时候都认为 很可能是在海岸当中 是大船把它放下来 不是一路自己划过来的 或者是船上有很多所谓的军事自备用品一样 是不是有国安或者是可能测试 我们海岸海防的可能性呢 那么海军前舰长刘理师就批海巡 这个有说谎的嫌疑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过去海巡署副署长谢庆青 曾经公开讲过 海巡近岸雷达侦策的范围有12海里 那这次王姓男子闯进来的地方呢 就是海巡艇队跟特警队雷达搜寻的重叠区 应该双方都要有人能够看到 结果反过来却是完全不知不觉 照理说应该看得到 为什么 看不到 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小船 小船如果突袭淡水河 领口台地这些地方 可能可以斩首台北政经中枢吗 军事专家认为 这个地方算是攸关大台北政经中枢的防御 安全 就像上次出现一家淡水 那个那艘船一样 认为这样子的防不胜防 随便都可以出现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三绝类已经第二次了 国防单位怎么了吗 而两岸紧张情势 被说过去的 这个113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 我们很有信心 我们曾经写到过 解放军受限于台海 有天然的地理环境的关系 登陆载具 后勤能力都还不足 所以呢还没有完全具备 攻台的这个正规作战能力 现在不用正规作战能力 两艘小艇三个月内 随便便就到我们海岸线来了 又有河南呢 所以当时大陆国防部发言人 就曾经这个回应过 他的说法可笑 解放军有能力可以想尽办法 进到台海的海岸线 其实都还没有到 真的军事的行动 光是一般两个人随便开进来 的确是我们军方 需要对外说明清楚的地方 还有一个最新辽宁舰的 新的载机画面公布了 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 这画面上可以看到 辽宁舰上有军舰起飞 这个画面有可能是 中国版的F35吗 或者是歼15歼35的混编吗 不知道 但的确像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展示也在代表着 他们在舰载的新的能力 跟研发的成果 台海 南海都不平静 南海当然一直在菲律宾有冲突 加拿大国防部长访问日本 他说这个印太地区军事 必须要由各国 包括加拿大 继续派军舰穿越 台湾海域 这里来航行自由 才能够保证 这个地方的安全吗 那像德军 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就被抗议 但是德国总理说 台湾台海这里的国际海域 是属于他们可以 自由航行的范围 而菲律宾也是说 不离开先兵礁的这里海域 大陆国防部坚决反制在南海 认为是这是兴风作浪 双方的军事冲突 也是随时可能一触即发 将军舰来看看 你觉得可能性如何 这个是他自己滑进来的 很多专家都认为 可能中心有大舰转小舰的可能性 你怎么看 我认为他因为距离非常的远 他这个小橡皮艇能够横跨台湾海峡 那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这个小艇都能够横跨台湾海峡 其他所有的工具 这种船那更不用说了 现在就是说已经到达 我们那么近的地方 而且重点我们可以看到 上一次在淡水事件 这一次在领口的沿海事件 这个刚好都是指向北台湾 那这一次的时候 他自己主动报案 主动申请求救 那究竟有多少的这些内案 我们竟然不知 已经顺利偷渡成功 到底多少要不要去彻查 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你三个月两次 你这个状况 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而且这个只是他主动来通报 上一次在淡水河那一次 他因为他撞到了人家的船 他上来的时候就赶快报案吧 那这一个的话 他已经不行了 二婚了 也晒婚了 对不对 也中暑了 那他也要主动报案来求救 那其他的没有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到哪里去了 这数量有多少 我认为在这一方面 没有报案的 我们是不是要去来做彻查 另外我认为是不是 这些政务官 这些政客 不要争功为过 他在脸书上 有军事发言人的制度 那让军事发言人来说就好了 那为什么说 有功的时候直揽 然后有事情的时候 就要请政务官 就叫那个事务官去说明 去解释 怎么会这个样子 功劳你强 跑得很快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要把这些功劳给下属 都是他们的很辛苦 由他们的发言人 有发言人 发言人出面 把这个原委来龙去脉 怎么样去搜救的过程 跟大家通通说的清清楚楚 应该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次事件 自己出来腾当 哪边有不对 我们编了那么多的预算 给海巡署 还有给海委会 那么多 怎么相关的装备 却不到哪里去了呢 相关的装备 你怎么买的呢 都已经三条防线 你24海里没有发现 算了 临街区 12海里没发现 你也没发现 都已经进到内水了 到内水 他通报了 还在问他 你位置在什么地方 你的地址呢 怎么海上会有地址 会有这个状况 这有时候看看 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我们的SOP 是不是也是有问题 因为这电话的消防队员 他很疑惑是真的假的 假的这个状况 对 他认为搞不去 怎么会海上问他消防地址 很简单 他的横向联系有没有问题 横向联系 因为不同单位 他的横向联系 是不是有这些通报 这些相关的数值 他的敏感度 警觉性够不够高 你认为这是国安破口吗 我认为这是国安的 而且不是破口 大破口 是这个样的 因为只是一个单人艇 就这个样 就搞得那么复杂 如果是一个班 一个班或者是一个连 那怎么办 一个人就搞得我们鸡飞狗跳了 我们为什么 因为这个 只要是国安的 都滴水不漏 不能有任何下戏才对 那怎么会有这个状况 那种平常海上的巡异 另外一个我们来看 这个是在凌晨 那大白天 那我们的 是不是要 现在要做平面征收 要变成立体的侦察 你是不是有无人机 无人机为什么 没有在空中做巡视 应该是这样 现在无人机已经广泛运用 而且是非常好的工具 而且是从立体的俯视 海上没有任何障碍 可以一览无遗 而且这些天的海象 是非常的好 我们看上一次 幻象坠机事件 海象都算不错的 风平浪静 东北季风还没有起来 能见度非常的棒 那为什么 我们的无人机没有出去呢 海巡有无人机 要广泛的运用 我们知道 不管是在俄乌战争 或者是以色列 跟巴勒斯坦冲突 无人机已经广泛应用 它现在是战场的主角 那我们是不是叫 平战结合 广泛用的这些无人机 因为它的速度 跟海上的舰艇 比起来非常的快 而且它的视角非常的广阔 可以把所有的海面的状况 掌握了一清二楚 而且马上传下来的 这电子光学的情报 马上就可以做叛徒 那是不是要走上立体化 那现在还是在走平面 我们是不是用那种上个世纪 还在做现在 21世纪的征收 是不是都没有跟得上时代 还是我们的装备买错了 还是我们的训练不够了 那我们这些政客 怎么只会讲大话 吹大牛 那在这一方面的装备 这方面必须具备的 还有与时寂静的这些 标准作业程序 都要不断的滚动式的修正 让我们的海防要滴水不漏 因为我们的威胁 一定是来自于空中 还来自于海上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型的岛屿 并没有来自于路上 路上是我们的 很清清楚楚的 那这样子的 这种壁垒分明的状况之下 更容易做掌握 所以我要认为在这一方面 我认为也必须要彻底改进 杨老师 因为上次淡水河口 被突破口进来的时候 当时我们官方也说 我们要检讨 我们要改进 但这一次又发生的时候 管碧莉只说 没有人为舒适 那所以出了什么问题 最大的问题在他 我们看现在 做各个部会的首长 有政务官 你要不要有专业对不对 或是你有政治上的因素 你做过市长 像丁亚龙做过台东市长 去做交通部长 他制造有一些专利上的涉略 要不然你有基本的尝试 你做这个位置 其实是为人民福利 谋福 管碧莉他既没专业 他也不顾尝试 他太政治性 他的政治性 完全就是为了民进党 以他个人 把他自己弄得好像 小媳妇很委屈 还记得2月14号的 就是惊吓随意的撞船事件吗 到现在还是真相未明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幻象的这个 他在直播 结果两架飞机 两架 两艘船 折腾的让那个幻象的飞行员 整个掉到海里面 还又在跳海在自救 这就是管碧莉 这就是民进党的政务官 太多了 没有什么专业 没有什么常识 脸皮很厚 就是为政治 那我要讲 我们再谈到这个 就是国防部的 113年中共军力报告书 真的是对大陆的解放军 够理解吗 知道他们现在 整个解放军 海军的发展的状况吗 然后呢 知道他们在做登陆的演习准备 以及封锁各个层面 以及几次对台湾的围台演习 这些东西 难道在你的报告里面 都消失了吗 台湾人都没有忘记 为什么在你的报告里面忘记 还有我昨天亲自去参加 主持一个会议 一个媒体 这已经变成一个新闻 有写出来 很有名那个媒体的主笔说 就是在赖金德刚上来 他跟赖金德的国安团队的人见面 那不讲是谁 这些人就真的认为中美对对抗 美国一定会来救台湾 美国的核子动力潜舰 可以把中国的三艘 他已经把福建舰加进去了 航空母舰给集成 我说我中间来问他说 你讲的这个三艘集成 救台湾是你自己讲 还是那个国安团队的人讲 他说是国安团队的人讲 各位 民进党现在看 就是两岸的情势 看中美的关系 已经自己陷落到 不是以管溃报而已 非常乐天 太乐天了 太自以为是了 不管是在文字上 或者是在交谈上 在这种诉求上 你不要说现在所谓赖金德的国安团队 有国安专业吗 我都不知道哪一位了 然后有国安的常识吗 会讲这种话 我相信他讲的是真话 结果今天媒体出来 国安团队说不认识他 他乱讲话 他的写的文章都是亲中的 你看又来情绪勒索 我想用这个最新被发布的新闻 来问一下教授 因为这是法兰克福会报的报道 说柏林人 因为德国不是刚军舰通过台海 看起来好像是要威责中国大陆 那显然在德国方面的看法 却不见得国内上讲的 国防部长说通过台海 是最短最安全的距离 并没有要真的跟中国大陆对抗 那被说很德国的意思是说 他们该威责的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俄罗斯 完全是美国的压力 什么最短的线 那是最危险的线 他当然清楚了 最危险的线就是最长的线 怎么会是最短的线 美国的压力 因为美国现在在这个区域 没有航空母舰 他不时要把英国 意大利 德国的船 来经过台湾海峡 表示了让我们国安团队赖清德的 觉得美国一定会来救台湾 然后你看其实菲律宾 现在已经消息确认 菲律宾在仙兵礁上的9701号舰 在9月13号已经死离菲律宾的仙兵礁了 离开了 我觉得美国就已经暂时的收手 因为他看到中国大陆的强力的反制 这个事情如果再下去 就可能会冲突升级 他甚至已经说 我愿意军事来护送 P-8A还在8月31号的时候 在那个冲突的上空 可是美国知道 这个再下去充足会升级 第一个 他松手 第二个 接下来他美国的大选 难道你要用这个东西 来去引起美国大选的问题吗 他也知道搞不下去 第三个最重要 这个新冰箱上面的9701号 也将近60多位的 菲律宾的海警人员在上面 没有补给 海象越来越糟糕了 你在上面 你不是马德雷3号 你还要那艘船吗 你还要上面的人吗 所以美国就收手 但并不代表他将来 不会在这上面再起冲突 不过你就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的强力反制 也使得美国看到 他可能面临到冲突升级 而必须要采取一些 这个改变策略的做法 附教授 当然对美国台海之间的关系 现在除了说 要其他欧洲国家 一起来巡航之外 再来就是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 我们看到过期的弹药 过期的防弹背心等等 好 那我们光自己 能不能保卫好自己的国安防线 都是一个问题吗 随便小艇就进到台湾的沿海防线 好 我想这个 第一个先讲美国的这个 就是弹药的过期弹药的这些问题 其实美国自己 这个问题的发现是在AIT 跟我们这个国防部 在盘点这些美国的武器的时候 美国这些弹药的时候 发现的一些问题 那美国第一个 这个公布出来是美国国防部的 这个监察 独立的监察官 他们提出的报告 第二个美国方面也拨了大概70万美金 去做后续的一些改善跟这个补充 那我觉得当然 其实照美国政府的一个官方的说法 就是说因为他们是第一次 对台湾做这样子的一种拨补 所以这个相关的程序 其实不是很熟悉 而且他说那个弹药 为什么会出现那个发霉的情况 因为他在那个空军基地 就待了三个多月没有送过来 所以他整个流程是需要加强的 当然这样子的问题以后 应该是会持续的改善 可是如果我们政府的一个武力 通通都是仰赖在美国 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都是仰赖在美国提供的弹药 甚至当我们的这个国政府 都还认为说 美国一定会来帮忙 所以台湾都可以安心 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那这里头其实就看到 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 这个快艇到这个淡水这边来的 到林口这边来的事情 我想有几个事实点 大家都还很模糊 非常不清楚 第一个 这个快艇到底是从 这个批法 到底是从宁波来的 还是从台州来的 台州来的 那现在我看报道有两个 一个是宁波 一个是台州 这两个地方 其实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第一线 我们的这个国防 我们这个海巡部门 有没有搞清楚 这两个的差别 还是说他们知道了一个 但是其实又报道出来另外一个 所以第一个 事实的掌握是从哪来 第二个 这个批法到底能不能划 到底能不能开那么远的地方 那如果你看它的设备 装备 有的专家认为说 它顶多只能跑一百多里 它根本跑不过来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是需要做进一步的 厘清的 那当然第三个就是 它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 那它如果真的 照现在讲说 可能是对我们做 进行认知作战也好 就是说戳破我们的 一些防卫的漏洞也好 那我认为政府 其实不只是海巡 大家现在都讲海巡 包括国防部 才七月的时候 才有这个汉光四十的演习 当时主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防范这个共军 用这个批法 用这个登陆艇来登陆 那你现在有这样的情境 你的作为是什么 你的监控能力在哪里 那你之前演习的 这些应对的准备 都用到哪里去 我觉得这些其实 不是海巡一个部门的问题 国防部也应该 出来加以说明 张哲世宝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